三连听周刊与本期封面大使一起听见幸福 读到美 三连是和周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锦年 恒店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恒店的时候看到就觉得非常的新鲜 因为当时拍戏在剧组戏份也不多 可以再是一个小演员 所以就很好奇 因为在恒店的剧组基本都是古装啊 或者是年代戏都有 场景几乎是没有跟生活日常有关系的 所以让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一种割裂感 就感觉你来到一个特别的世界 但是这种感觉非常利于自己拍戏 特别利于自己创作 让自己能一下子进到戏里面 像我拍了《延己公乐》之后 然后拍了《浩兰传》 都是在恒店 之后也是连着拍了几部现代戏嘛 也是很久没有回恒店了 直到上一部戏拍《传家》的时候 回到恒店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的想念 很让我一下能融入到拍戏的那个氛围里 在我印象里就是感觉里面 就是每部戏都很久 先从《延己公乐》说起吧 也是当时拍了四个月的时间 还不算我们当时提前进组维度剧本 还有跟着李懿老师学李懿的这些时间 因为当时特别热 所以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很漫长 每天都觉得 哇 怎么还没有收工 因为会热的不行 每天会湿好几身的衣服 印象很深的也就是大家看到了 《下大雪》的那些戏 其实是一场戏 但是我们前前后后也拍了一两个月 因为它会需要不停地换场景 所以我们都是攥着拍的 我跪在雪里的戏 大家看的是很冷 但是漫天的大雪 还有那种冰茶子 其实都是用特效做出来的 美术部门还有道具老师真的很辛苦 因为那些天非常热 除了外还有工作人员 也是扑雪 扑的是满头大汗 就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吧 因为工作人员要克服这些困难 去营造出大雪 演员也要在很热的情况下 去演出那种很冷的感觉 就是考验整个团队的配合 还有默契度 这样我很难忘 其实我刚刚沙青的 在恒天拍的一部年代戏 是《传家》 这个戏也是拍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因为它的故事是很厚重的 讲的是一个妇女飘摇的 大家族里面三姐妹之间的故事 就是剧本很饱满 我大概要也是有一个 二十多年的年龄层的跨度 演起来非常贵 不管是这个造型上的感觉 还是剧本里面的角色 还是我的 想要找大家出来这个人物的感觉 我希望是跟我之前的角色 是不一样的 再给大家一个新的我吧 我希望这次能够突破一下 因为这个女孩 她很特别想了她一个从小女人成长成一个心中有家有国的大女人 这样一个故事 在恒天拍戏和吉拉比曼拍戏其实最大的不同 我觉得就是恒天给了我一种不真实的真实感 大家都知道恒天是个影视基地 每天可能有很多的剧组在拍着很多不同的戏 这个场景是宁国的 然后另外一个棚是大堂的 你的隔壁的棚又是仙界的 就是什么样的场景 什么样的造型都可能在恒天出现 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戏 但是同时你看到一个忙着的剧组 一群特别努力的演着角色的演员 甚至努力等待着这些角色的人 其实每天很多人都在候场 都在准备着拍戏的工作 你又会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真实的了 肯定就像是一个人生 现在的古装剧和之前的古装剧 最大的不同 不是戏的不同 而是观众的审美的变化 因为戏是拍给观众看的嘛 就是观众的审美 其实是不断在进化的 在进步的 所以对影视作品的要求 也会越来越高了 以前大家很爱看剧情 那现在除了剧情要很精彩 人物的塑造 演员的表演要很丰满 还有剧情 道具 也是越来越精良了 就像我们拍演戏的时候 其实除了在剧本和人物好看之外 我们剧组的美术老师和道具老师 在质景和道具上 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的 包括里面用到的 之前也说过的点缀啊 融化 其实很多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细节 在剧里面可能就是一场而过 观众不会太注意 但是这些细节叠加起来的感觉 就让整个剧更有了质感 现在每个环节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部戏的成功 一定不是因为 单单的一面 或者说只是演员的表演 这是不可能的 是需要各个部门 各个大大小小的演员 都是这个戏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要求会越来越高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 科技也是在进步的 很多以前做不到的 或者成全不了的东西 现在通过技术手段 也可以做到更加深 这样会让整个戏 提升它的丰富度吧 知识是一种风格 那加了现在科技元素的东西 也是一种风格 因为每部戏成天的东西不一样 怎么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一部戏如果能够找准 它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方式你去发挥到极致 那这就是一部成功的戏 因为现在观众的审美 我觉得是多元化的 那作为演员 作为剧组的创作团队 也要是有个多元化的一个思考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但同时我是一个观众 对吧 我也会看别的影视剧 会看自己的戏 那我很明显的能感觉到 就是说之前说到的观众的审美 是速度是越来越加快了 也许今天喜欢这样的 可能明天SR觉得 这样的方式是更适合我们看的 而且各种各样的观众都会有 我也是会有喜欢我自己的风格呀 别的风格我就是不喜欢 那我想做的其实 也是想成为一个 能够跟住时代发展 能够跟住这个社会变化的 这样一个演员 也就是说你是俱进的演员吧 我就想成为一个这样的演员 所以当时我在演《魏一诺》 我会带着当时的社会的环境 或者说现在我们所在职场 或生活中的感觉 去放到一个古装里面的人物 所以它会比较的 现代化的一个思维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是它的剧本 给我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的发展 和一个构架 同时对什么说 《魏一诺》它确实能够 让现在的女性 引起一些在职场中 或者在爱情里面 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整个疫情期间 我都是在横店的 前家后后 当时在横店拍摄传家 每天大家按时按点去拍 虽然很难 因为要注意很多的安全问题 然后包括戴口罩 消毒 剧组的安全码 控制的人用镜 包括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也是摄影老师和导演组 还有化妆部门 每天都是控制人数的 在现场我们的数量 是比平常几乎是减半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拍戏来说 其实更加的难了 但越难的情况下 大家越想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 呈现得更好 也希望在疫情期间 大家很运心的情况下 拍摄的这部《传家》 会有一个很好的口碑 也希望会让很多的观众看到 在幕后付出这个工作里面 是这么的不容易 希望再出一步 讲运气攻略 能够火了一部精品吧